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六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自然料花餘裡 有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我是Anna 還有我們的嘉賓 袁醫生的袁醫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的節目非常豐富 亦會解答一些聽眾朋友的問題 其中一個袁醫生 或者我說一說 他是問一些關於便秘的問題 這位聽眾朋友就是Anthony 她本人長期受便秘的支付 曾經用過Barium Enigma 亦都照過大腸 醫生就說大腸其實沒有任何問題 就叫她只要放鬆心情就可以了 其實就沒有什麼很實在的解決辦法給她 她就很想真的情商 袁醫生可不可以真的找個時間 講一講這個便秘的問題 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到她呢 你看到這個封信所提及 其實這位聽眾就是接受一種大腸檢查 是的 其實Barium Enigma 是一種照大腸的那種所謂背餐 Barium背餐 看看腸裡面有沒有蜥蚁 有沒有流腫 當然很多人都對大腸的問題很關心 很關心 為什麼呢 今時今日大腸癌已經成為第二大殺手 腸癌裡面的第二大殺手 就快成為第一大殺手 香港來說是亞洲裡面的腸癌是最高的國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很多人都會擔心 長期的便秘會不會有問題 會不會裡面有流腫 導致腸失了 所以這位聽眾很明顯是做這個大腸的背餐檢查 當然背後的問題就是便秘的問題 我相信便秘在文明地方是很常見的問題 也可以看到為什麼最近流行的洗腸 那麼多人開始採用 大家都知道 至少如果有便秘的問題 直接處理 當然便會想到便秘 當然便秘背背後有很多因素 什麼叫何謂便秘呢 簡單來說 即是大便大不了 或者大便很久才去一次 甚至有些人是三四天 一個星期去一次都有 但很有趣的 如果你問問一般醫生 一般對抗性西醫 他們都很難說到底什麼情況之下 才叫做真正便秘 因為每個人的習慣都不同 但如果我們用外國的資料 其中曾經有一位英國的 好像英國還未說 好像Dr. Burkett 他曾經去非洲行醫 在他的國家 你知道他是一個腸胃科手術醫生 很多人做治療手術 大腸覺醒手術 去到那裏他發現 沒有什麼生意 即是非洲那裏 這是說幾十年前 即是沒有什麼生意 為什麼呢 他發現原來非洲人的大便 是很暢快的 他們差不多是 大便好像我們小便 那麼容易 很厲害 他做了一連串的記錄 如果看到路邊有篤士在那裏 他就放一支筆在旁邊 是 放一支筆在那裏 他會拍張照 為什麼呢 起碼他知道筆的標準 大家知道 沒錯 你看到那裏是怎樣的 即是尺寸 他想看一個尺寸 他看一個尺寸 一般他們在當時遇到的糞便 是很柔軟的 是 瘦出來就像人們瘦瘦 瘦瘦那麼容易 隨時隨地瘦瘦 而且很大瘦 他們這些地方 這些糞便習慣的人 就是沒有什麼腸胃問題 沒有什麼需要開刀 沒有什麼驚動到要外科手術 幫他開大腸 或者止瘡這些手術 更加不要說腸癌 原來很明顯 非洲人的飲食習慣 跟現代人的文明地方人的飲食習慣很不同 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吃的食物是很多天然食物 包括很多是纖維很高的食物 在他的經驗之道 即是如果你要一種大便習慣 即是不會有任何腸胃病的地方的人 那些大便習慣 差不多是一天幾次的 原來可以這樣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小朋友 例如用人奶的小朋友 或者沒有打針的 比較健康的小朋友 他們差不多每一次餵奶 他們便會變成便宜 對啊 好容易的 每一餐吃的時候 便會便宜 而且小朋友也一樣 我遇到小朋友 家長常說 好像抱怨 這個小朋友 每一次上來吃 但大家吃了飯 便很急 要去 其實很明顯 上面的食道和下面的排便是同一条管理 如果上面在鱼动、吞食食物 下面可以有条件反射 下面想鱼动 其实是健康的迹象 如果一个小孩这么容易去大便 每一餐都想去 其实是健康的迹象 所以在自然医疗里面 在我们的标准 健康的标准应该是一餐一次 虽然在医学界是没有定律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没有定律之下 我们看到的现象 文明地方人的腸癌已经成为第二大杀手 所以我认为 我们一般人大便 最好能够一餐一次 起码一日多过一次 但最基本都希望一日起码一次 而且大便出来的糞便 是什么叫好的糞便 基本上要成型 像香蕉那样 而且是半浮在水中 它有足够的气泡在这里 OK 因为也不会散开 也不会羊 什么事 一粒粒 很多人 除了有时候大便的次数很少 而且就算大便很干净 很难够的 这些都属于便秘 一般来说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 时不时有便秘 尤其是那些人去外旅行 很可能是持差的因素 也很可能是压力 很可能是离开了平时的饮食习惯 定时的习惯 起码是一个很大的关系 你的时间不同了 你平时进食的时间又不同了 很多人就会在旅游的阶段 会出现便秘的问题 通常如果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以及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都可以改善这个症状 令它不会那么容易发生 什么会导致便秘呢 大部分的情况 便秘都是因为我们食物里面 不够水分和不够纤维 这个是主要因素 尤其现在文明人的食物 都是白面包 然后白饭 全部都很精练的食物为主 好处的人 会吃全谷面包 红米 红米 或者全蜜的面 很少了 我们自然的食物 已经被我们改造 加工了 成为一种不自然的食物 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人 长期吃一些不自然的食物 很明显就是很多不自然的病 就会出现了 就会出现了 好了 通常这些纤维在植物方面多 譬如全谷 水果 蔬菜 如果有些纤维是容易水的 这种纤维很容易 就会帮助制造一些 比较柔软的糞便 它的质素会柔软 因为它吸了一些水 就令到 那些糞便会软化 但是也有些 纤维是不容易水的 这些情况之下 它就不会令你的糞便柔软 但它会加很多 所谓的体积 为什么需要纤维和体积呢 其实我们的大便的意向 通常是要在我们的大肠 在肝门附近 那些肠是受了 糞便的体积 那些赚一赚 即是伸展它 我们的身体有一种意识 后面的糞便 都在那里 令到你有一种便意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纤维 即是没有纤维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足够的 大便的体积去赚一赚 来刺激我们的肝门 神经线 我们就没有便意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便秘 可能是因为运动不够 年纪大 也可能是肌肉本身有问题 或者结构上有些问题 或者有大肠的病 或者神经线的问题 神经线是没有了信息 或者根本是沽毁了 或者肌肉沽毁了 当然是一个不好的饮食习惯 尤其是吃太多这些 我们叫做垃圾食物 是 好了 但是也很多时候便秘 是因为我们吃的那些药物 那些西药 比如那些止痛药 抗抑抑骨药 是比较上导致这种症状 这种症状 其实当然除了这两种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药物 但是也有些人 因为吃铁丸 有些人òn Alexandra说 是 我有一些贫血 那我檢一檐血 dificult 是属于那种铁汁不够的贫血 那贫血其实有几大类的 有些是叶酸,有些是B12,有些是铁汁不够 那如果是发现铁汁不够 通常医生都是方便一些给铁丸 那铁丸一个很常见的副作用 就是会导致便秘 那当然大量的铁在血里面 也会伤肝脏 那所以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些病人 如果他真的有便秘 我都希望他就是用食物方面 如果他能够有贫血 我都希望他用的食物 那如果他们不是素食的 那可以吃猪肝、猪肝、牛肝、牛仔肝 污染程度比较少一些 那如果他们是素食的 那我们会建议他吃一些叫黑椒糖 Blackstrap molasses 那种一种好像蜜糖 不过这种糖就是在製造的 那个酸糖里面是蒸发酸糖里面 留下底的那层 那很多时候都会有点焦味 黑黑的那样 那有点焦味 有点焦味 但是就是那个矿蜜炎的成分 就很高的 那当然有些人在怀孕期间 就大变不好了 那可能是因为有个胎儿摘住 那有压力 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荷尔蒙的改变 在怀孕期间 那还有一个成因就是 如果身体的血的盖是高 或者甲上腺荷尔蒙低 那这种身神代謝的干扰 都会导致便秘 所以便秘的因素其实很多 有些人如果他是神衰竭 或者是糖尿病 都经常都有这种情况 有便秘的问题 年纪大一点的情况 很多时候就因为饮水不够 年纪大的人很多时候都是缺水的 自己都不知道的 那年纪大的人缺水除了便秘之外 有些年纪大的人 因为缺水而导致那个脑袋 是没有那么灵活的 那发现有些老人痴呆症 如果被他大量喝水 他就会糖尿清醒一点 这些很简单的工具 那Dr. Badmangeli的本书 《Our body is many cries for water》 就记录过很多很多 文明人的病 是因为饮水不够的 那包括原来老人痴呆症 也有可能 都是老人家饮水不够 那可能老人家吃饭方面 要多人服侍 是不是自己不是那么方便 或者他那种口渴的感觉 就已经弱了 那他不知道口渴饮水的 那除此之外 不是因为燃灵因素 如果有些人是情绪低落 Depression 也都是一个可能性 那除了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药物 抗抑郁药和止痛药之外 其他这些药包括吸药水 吸药水会有些Codein 那些Codein也会收干你的身体的水分 亦都由大肠的水分收干了 那这些会导致的 那还有血压药和心脏药物 都是可以导致的 那还有些是抗敏药 就是Antihistamine 这种抗敏药 抗组织的物质 都会导致的 那小部分人 真的有脚椎 脚椎受损 或者有些人 脚椎的盘椎间 是扎到扁了 那神经受押 那导致他们大扁大不了 那这些是一个神经系统 脚椎本身的受伤之下导致的 那导致这个 潮理大肠的鱼动 那个神经受了损害 那有一种的病 我叫Hershbrun's disease 那这种情况 基本上都是跟那个神经系统 即是控制大便的神经系统 差不多完全消失了 那这种的病很明显 这个便秘是一个 一定是一个很严重的长演的问题 那也都很多时候 我们大肠里面的 那些细胞的神经线 也都可能因为我们长期 用那些泄药 清泄药 你知道泄药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毒药来的 其实它发挥 那些泄药的重点 就是有些物质 我身体是不喜欢的 想排斥它 所以身体自然的力量 遇到这些情况 它就会制造很多水分 将那些脏的东西排出去 其实泄药很多时候的作用就是这样 当然如果你经常用这些有毒的物质 来帮你清泄药 大肠很明显大肠慢慢地 就会倚靠它 也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线被它破坏了 大肠的神经线被它破坏了 也有其他因素 例如有些人的血泉室 可能有严重的痔瘡 有血泉的问题 或者肝门有爆裂 也可能导致肝门附近有些感染 当然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会很痛 在这座排便的时候就会很痛 令到那些人不敢泌便 那时候神经线也会见到 有时有些干裂 神经线就不肯去泌 有时怎会知道呢 你看看它 有时在疯便或者抹刺指 就会见到有些血脂 要小心去看 它可能有些干裂 这种情况 神经线怕痛 忍住死都不去泌 所以要了解去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都要多方面去考虑 其他的病都是因为 我们所谓的毒素 就是那个结枕便秘问题 大家都听到 香港现在都很流行的 就是说过排毒排毒 其实排毒这个字眼 都是我们公司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是带出来的 是带出来的 这个很早年是我们将洗肠 这个保健的方法 引进来香港 那我们都循时带出这个概念 就是毒素内聚 百病重生 其实终于都有这种概念 是 就是我们新的工作 六虎一定要畅通 不通就会有很多问题 在外国早年都发现 如果大便秘 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同的病状 包括盲腸炎 口气重 或者体臭 尼胎厚 情绪低落 有一种叫Diverticulitis 是个质色 那个身体一个其中大肠 一部分的发炎 疲累 那个多气 上下都放 是 头痛 痴瘡 小肠气 可能腹汗 或者皮肋 那些小肠气 消化不良 痴瘡 失眠 吸收症状 我们叫做Mal Absorption Syndrome 就是吸收 营养吸收的问题 肥胖 和静脈曲张 都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身体的分辨 经常是迹着迹着迹着的时候 会产生对我们的身体 静脈方面的压力 会堵塞它 阻止它回流 很多时候 会认到我们出现 所谓静脈曲张的问题 不容忽视 除此之外 有很多其他严重的问题 例如大肠癌 所以我们在医学上 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很早年 洗肠是很流行的 有很多人都 以为洗肠是新的东西 其实洗肠 在死海卷书里面 都有提及耶稣基督 在早年都教人 用洗肠的方法 他们叫做 Angel of Water 他们叫做 Angel of Water 教人用葫芦 挂空它 用芦草 用芦草 弄一支管 灌注在肝门里面 进行洗肠 所以这些方面的问题 在圣经上已经有问题 历史很久了 即是肠脏通过很重要 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毒素 身体排毒的地方 大家都看到 拌出来的是什么 是吧 大肠是一种 储藏这些 骚髒垃圾的地方 很多时候 肠里面有很多抗原 或者肠里面的细菌 拌出来的毒素 还有很多未曾消化的物质 都会发臭 始终食物 食物在这里 由湿湿粒粒 温暖的 比较足够的湿度 都会发臭 我们的肠里面 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我们的肠里的温度 有相当暖的温度 亦都是湿湿粒粒的 所以 如果我们消化能力差的人 这些未经消化的食物 其实会发烤的 会制度毒素的 很多人 饮食暖的吃东西 其实不是浪费的 有些人说 香港人那么有钱 吃多些 浪费就算了 但是不是的 因为如果食物过量 是消化不了 其实在身体制度毒素 所以大家要留意 为什么在医疗方面 在中医药读 也好 在前医疗 很着重腸胃 所以可以这么说 在我们治疗的方针里面 我们第一个 要留意的系统 就是我们消化系统 当然包括肝 我经常都说 要清肝清肝 排肝毒 这个我们上几集 都提及 教你们做的 好了 除了这方面 在医学上 都证明 可以制造很多的病 譬如 成型的糖尿病 譬如 脑膜炎 还有重症肌毛力 myasthenia gravis 重症肌毛力 夹上线的问题 还有 炼猪菌 长期的腹脏 多气 扁头痛 疲累 还有 当然 Ulcerative Collitis 即大肠 潰烂性的结肠炎 这些都是跟我们的大便有关的 所以在我们的医学上 我们在自然医疗 尤其是 我们都很着重这方面 早年 在美国的家庭 都很常用这些 灌腸袋 洗腸板 在家庭有什么病 都会用这些方法 及时 帮他们清洗腸 就可以帮助他们 除此之外 有些人都说 我有这个问题 我饮食习惯 当然 尽量第一手线去做这些 其实也有很多营养素 去帮忙 我觉得今时今日 香港人能够接触到的健康食物 始终极度有限 香港最近报道 也有说 香港的有机农场 本地有机农场 已经发展到 不断地来到 那个发展 扩大 亦都香港很多超市 如果你真的去找 都一定找到 有些是有机食物的 虽然香港很多有机食物 都是大陆过来 因为始终香港 那个有机食物 那个货源 就不是那么稳定 超市那方面 很多时候要大梯大批 但肯定 我们的饮食习惯 大家开始 那些人开始留意得到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很多的问题 当然香港人可能 的意识上 都是 现在食物不安全 很多人 很多毒的东西 加到食物 最近的报道 在大陆搜了 成二亿万元的 那些假的酒 是的 千人有看到 原来是很严重的 他说所有的高级酒廊 都去到 都去到 变成你避忘可避 你想去那些漂亮的酒廊 可能他们会小心入货 因为常演 我记得有个朋友 他自己在海南岛开了酒吧 是的 他也拜托 我帮他 买些酒去 真的 买些香港的洋酒 他知道 我从来不喝酒 他说了 他的名字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结果我都成功 买到 我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们这方面 是自己做酒的 是吧 真酒假酒 自己一定有办法 可以辨别得到 这次 最近 香港经常看到这个新闻 很大规模 很大规模 拘捕了五百多人 所有的超市 都是无孔而不入的 你不会想去那些高级酒廊 那些酒是真的 其实完全不是 很可惜 当然 亦都很益 很益香港 是吧 大陆这些问题 就来到香港 就来到香港 就是 水喉就吟着香港 香港人真的 很可惜 很可惜 有福气 很有福气 到今时今日 香港本身 已经没有什么 真真正正的生产了 是 都是不断 在消费方面 有这些交易可以做 有13亿人口 就算地方 一千万 长期来买 香港人都可以 很稳定的 那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就是 除了我们的饮食方面 可以改良它 那我们可以吃一些营养产品 也很多 那 譬如 有些是蒜 加力 加力 当然可以杀菌 当然 加力杀菌 基本上都是杀壞菌 都是杀好菌 有些人一听见 哎呀杀菌杀菌 那会不会将那些 肠里面的好菌都杀了 我觉得自然界很有趣 如果我们进行一种食物 不断有得吃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 我们肠里面的好菌 是会因为这种食物而破坏了 如果是这样 我们身体 我们人类已经老了 灭了 没什么菌症 已经灭了种 所以我经常都感觉上 在字眼上 这些能够杀菌 很多人立刻想到 会不会将这些好菌都杀了 那我们在说大蒜 那我感觉 很可能这些好菌 已经对大蒜 已经有抵抗了 不会被大蒜 杀了 那就可以用这些 我有一种叫做 卡罗利 卡罗利是没有什么味 没有味的蒜 但当然 如果香港人找不到地方 买得到这些健康的产品 那可以吃大蒜 也是肯定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吃卡罗利 可以简单来说 每餐吃两次 就两粒 那 好了 除此之外 就是维他命C和C杂 那有些人吃维他命C 如果吃的份量大 一次吃份量大 就有肚射作用 哦 就是有些人实际肚射的 是 那当然 如果真的要用 你就用一些叫做 buffer 就是有些加了一些 物质 令到它 就不会即时释放那么多 哦 那因为我要求的份量 是可能5000到20000mg 一天的 哦 你知道了 我们平时建议是很少的 几十的 60 80 很少的 那我现在说的是5000到20000mg 一天 那始终呢 如果我用一些 天然的工具来到清洗呢 我觉得维他命C 当然是安全过很多其他 所谓的蛇药 那这个是比较重要一点 那 一个是调理腸里面的 腸族那些 那些 那些菌族 把那些不好菌 就消灭它 那第二个呢 就是帮你一种 就是把那个 腸壁的那些 那些细胞 就是 就是强化它的 那维他命C 是有 和C集有这方面的功能的 好了 那其他呢 有些 例如纤维 有些是蘋果皮的纤维 Apple Pactin 是 那 份量通常500mg 一天 那最好呢 就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 就是 分开来吃 那尤其是在自己做 灌肠这方面 都可以考虑用这种的 那因为这种的 Fiber 就会 吸收水分 是 Pactin 是比较吸收水分的 嗯 水果的纤维 是会吸收水的 是 谷类的纤维 通常呢 就是继组的那个 体积 就是Balking Agents 就是它本身就不会触水的了 好了 那还有益菌 大家也知道 numerous 除了大腸肯定有很多菌 菌组有三百多种 如果菌组多,肯定肯定健康 但我们的饮食习惯 和食物里面有很多抗生素 有时候人们会说,我不是很用西药 我已经不相信西医了,我不吃西药 但始终因为食物里面有很多治疗 和动物里面有很多抗生素 所以我们就避无可避 食生文明的食物,精炼食物 不是自己种的,不是有机食物 也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吃这些益菌 将肠肠调理回来 还有就是叶绿素 叶绿素或芳草的汁 会帮助我们 一汤匙一日,一汤匙一汤匙 排除这些毒素 还有口气的问题很有帮助 有时候遇到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多喝叶绿素 或者用叶绿素来浪厚 我们健康店有时有这些 抗生素的 买回来,打开它,冲水 有时候我们洗肠里面都会加进去 也有些人用来浪厚 这个真真正正是一种天然的物质 不是那些化学那些 那些除气剂 始终都是 或者是浪厚水 浪厚水 都是以假食物为主 好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用脂肪酸 我们经常都强调的 现在文明人的病 很多时候 除了精炼食物没有营养 很多时候,我们的酸酸越来越少 例如亚米加酸、亚麻子油、鱼建草油等 这个会帮助我们大肠方面的鱼动 也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吃得多油 会有轻射作用 但当然了 脂肪酸的作用不是一种油的 只不过将我们身体的细胞类脂肪酸 调理它 还有简单点就是多种酵素 我知道身体的运作是需要酵素的 我们身体有二千多种化学的程序 是要靠酵素来帮助之下才可以进行得到 酵素也帮助我们消化 有些酵素消化 不同的酵素是消化脂肪、淀粉质、蛋白质等 就是不同的酵素 所以酵素吃一些多元化的酵素 亦都是维他命、矿物盐 整体性都使用 尤其是维他命A 和Karotene 都加进去 为什么呢? 当我们身体便秘的时候 往往是我们身体的吸收营养出现障碍 很多时候我们很可能身体 是因为我们吸收不到这些营养素 又导致便秘 所以在这方面尽量加进去 是 还有一些工具 就是用一些养分水 在市面过去一直都会有的 养分水有些轻舍作用 通常是用magnetium oxide 尾本身都是一种放松肠肌肉的作用 所以有些是oxygen的cleansing 我认为香港不是很多地方有得买的 过去曾经我们也有的 但是始终有其他的食物方面 所以这只是一种可行的工具 其中一种 那起码是怎样呢? 将那些 不需要养分 即是氧气之下生存的那些 那些坏群 就用氧气的方法 将它处理到它 即是你怕养呢? 我就给你多些氧气 给你一些养分 你知道呢 身体的细胞当然需要养 是 我也都强调 很多时候我们人身体的所有病 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 氧化的机制出现问题 其实很多病都是因为这个因素 那后来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工具 就是这个是过去已经出现过的 是能医百病的工具 但是很可惜 大家没有办法 不开心 因为这些好的工具 就已经被医学强权之下 就消灭了 但是也希望大家了解这个历史的真相 希望可以知道之后 大家要知道如何处理 有些什么可以做 不要希望将来这些工具 就不要再不断的一个一个被消灭 好了 那维他命B杂 尤其是B12 Folic Acid 因为B杂是帮助我们身体 消化脂肪蛋白质 那个方面 有些人吃了B杂 都觉得好像胃口好些 是 那其实它是真相正地帮我们消化的 那维他命B3 现在B3已经证实了 400mg一天 都可以预防肠癌 维他命B3 和钙 钙 那钙呢 也都为身体肠的收缩 是需要钙 但是我曾经提及 钙当然不能够太高 那钙呢 就是要用尾 是帮助它 就是帮它平衡 和解答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 稍后见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我们又回来了 袁医生刚才说到 我一个听众朋友讲解 一个关于便秘的问题 刚才也有提及到 在我们生活的饮食习惯 或者营养素方面 去着手 看看如何做好些 令病情可以减轻 但其实西方的药草 HERBS 会不会有什么帮助 袁医生 是的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一下 便秘的成因 有什么营养素 其实治疗工具有很多很多 或者我也想跟大家再详细解释 其实治疗工具里面有等级 我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我做了病人 我首先要给他解释 庄宇最好的治疗工具 是一种叫信息 一种气 一种信息 是无物质的一种能量的医疗 除了外面有很多人都说 用能量医疗 到底有多少成效 今天就很难说了 但是我们知道 在同类疗工具 是用了一些很稀释的药 所以很明显 稀释到数以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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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那若到发炎 其实没有物质 其实完全没有物质 完全不可能找到任何物质 所以这种属于一种叫气的医疗 是一种能量或信息的医疗 这个我认为是最高级的 是 这是最高级的 第二个治疗工具应该是我们的食物 有机食物、完整食物 就是医学支付说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中医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医食同源 所以食物是第二级 最好吃有机完整的食物 但有时候有些食物 譬如大蜜草、小蜜草 你叫人吃草吗? 人们可以召草 你便要把它制过或是浓缩 所以下一级的我叫做浓缩食物 本身是基本上一种食物 但它也帮它浓缩 制作它 不是将它抽取出来 不是将它精炼的手法 这种叫做浓缩食物 例如外面有大蜜草汁 或者粉、芭蜜草 这类的粉、green food 都是属于这种 你看看成分 基本上是一种完整的食物 是抽取出来的 这个又是第三层 第三层 再下一层 我认为是属于维他命抗物盐 为什么呢? 因为市面上 我能够用得到的维他命抗物盐 全都是一种合成物 即是化学的合成物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是企图 将维他命抗物盐 由橙的抽取出来 那种价钱是贵到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能够用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所有的维他命都不会这样做 比如维他命E 其实在美国 唯一一个药厂就是Eastman Kodak 是制作维他命的供应 其他所有公司都是拿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种化学的合成物 但话虽如此 身体都需要的 你不可以缺乏任何一种维他命抗物盐 你缺乏了都会死亡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治疗工具 因为你的身体细胞需要 是你的身体一部分 身体基本维持生命是需要的东西 这个就一定成为一个治疗工具 是最合理的 好了 再下一级 我们就叫做草药 草药有两类 好些的就是食疗性草药 虽然是草药 但是是食物 譬如草药 你某程度上 你可以当它是一种草药 譬如橄榄叶 精华 橄榄叶 你也可以当食物 亦是一种草药 中国很多草药 是平时煮食的 是吧 华生杞子 很多人都是煮食 煲汤 煲汤 很多都是一种食物的形式 是 再次等 就是药性草药 基本上是有毒性的 当然这些一定要配方 一定要有规格的中医 这方面认识的人 才可以处理得好 好了 最差最差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西药 因为西药本身是一种 在自然界 是基本上未自然出现过的东西 是完全在药厂 在实验室里面 是将这些天然物质 学了之后 就改少许的成分 改少许的成分 改少许的成分 或者将它合成出来 将一个成分合成出来 那这些这样的化学物质 基本上第一 大部分在自然界 从来不会自然存在的 第二 从来不是我们身体的食物 一部分 也从来我们身体的细胞 是没有这种自然的物质 在自然出现过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你强行加进身体 你的身体一定会抗拒它 当然你说我们是荷尔蒙 当然我们所谓的荷尔蒙 合成的荷尔蒙 始终身体都出现很多问题 现在做 比如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现在已经证实了 很多女性长期吃这种东西 乳癌 子宫颈癌 是高了 过去现在 避孕丸 是不是以前用了这么多十年 现在为什么女性有这么多 那么多的癌症 其实现在已经照了 原来荷尔蒙药 做出来 所以这些 虽然我身体虽然 但是因为一种合成的物质 加上很多荷尔蒙药 根本身体从来未存在过 你说腎上腺素也存在过 开到爽身体存在 本身都有 但是其实很多很多的化学物质 根本身体从来未见过 未接触过 不是身体的一部分 这种情况 这样强行加进身体 肯定是副作用多多 其实所有的化学药 都有副作用 只不过是 哪个人更严重 你的病更严重 治好你的病更严重 治好你的病更严重 或者副作用更严重 其实很多时候 这件事真的很难说 但是我常常强调 既然自然界 如果大家有宗教信仰 神这么聪明 有这样的智慧 一定我们需要 人类需要的东西 都会给我们 对吧 但是很可惜 所以世界上很多大型的宗教 佛教 尊主教 基督教 都是推药西医那套 都不推药神的工具 这就是导致我们人 现在悲惨的现象 你可以看到 好了 草药方面 我有什么要做 我曾经说的热露素 是 热露素 是 木树芽菜 当然我们可以吃多些热露素 买种子 买种子 买一些发芽菜的工具 很简单很便宜的方法 那就可以自己种 亦都可以把它榨汁 亦都可以买一些 就是那些热露素粉 那这些呢 亦都是帮助我们清理排毒 清理我们的大肠 和我们清理口气 都有帮助 那种种 你知道印度吃饭之后 很多时候它有种种子 是 有些热露素 这一类的 这种给你咬一下 那当然吃了之后 口气都清新 清新 那当然也是帮助我们的腸壮 嗯 芦汇 我知道了 芦汇是处理那些 炎症啊 汇阳啊 这些这样的 那芦汇本身 亦都有少少少 轻舍作用 是 那如果我们用芦汇做 这个轻舍作用 芦汇汁呢 比如早上晚上 就喝半杯半杯 那当然呢 也可以加上其他草药 这样加上去 那芦汇也是很好的工具 是 你可以消炎 处理黏膜的发炎 也都本身有些轻舍作用 好了 薑呢 大家知道了 有些人 就是那些胃寒 是 那吃东西都 整天觉得消化不好 那也都 薑呢 也都对那些 所谓的那个 云浪 云车浪 很有效的 嗯 很多时候呢 有些人云浪 云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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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薑也是帮助这方面的 好了 那除了草药 就是Milk Thistle 我跟大家讲了 是护肝的功能的 那我们也都 肝的功能 有胆汁 是吧 胆汁是一种 帮助我们排泄 嗯 增加我们那个 那个大便的 那个量素 那 那除此之外呢 也都有 所谓天然的 蛇药 是 Cascara Golden Seal Rubar Sanalyve Yabba Mate 这些都是一种 传统的西方草药来的 是 但是都强调了 这类的草药 都是不好常用 是 始终呢 它的作用呢 都是有少少毒性的方法 嗯 来到你身体是排泄 那我们公司有一套 有个系列 叫Arise and Shine 有两本书 Dr.Anderson 是二十几年前 我已经认识了这位医生 它呢 就设立了一种工具 就有五套东西的 是 那就是帮你整条大厂来到推动的 那 在我的经验里面呢 我们很少人呢 用这个工具呢 是 那个大便的方面呢 是没有改善的 是 肯定有改善的 那它用 车前脂粉 是 用火山泥 用一些泥 就是那种Clay Bentonite Clay 用车前Cillium Powder 车前脂粉 车前脂粉 那就制造Bulking 它会吸收水的 那泥呢 就会将那些 知道很多人用泥 做棉膜 做棉膜 其实泥呢 是可以拔走毒素 污脏东西 那我们在柱里食水里面 都很多人用那些Earth 用那些泥 来都将那些烏酸 那些毒素 拔走它 这样的 那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做一种饮品 之后加些果汁呢 之后就喝了下去的 那跟着呢 就有些草药呢 是帮助你消化啦 也有些草药呢 帮助你排毒啦 那最后有些益菌 其实五种的工具 那会是一个全面呢 是将一条食毒 不只是大腸 因为洗腸 主要是下面的大腸 那当然 大腸是一个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那整条食道呢 是帮它去处理下去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过去的处理这方面呢 就除了洗腸之外 就用这个方法的 那当然呢 很多人都说 哎呀 洗腸洗腸 就是会不会 越倚賴它 那这样 那在这个理论上呢 你会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揣测 那但事实上呢 就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呢 第一 水是全世界最天然的物质 嗯 地球的生命 宇宙的生命 就因为有水 OK 就是这个维持生命的物质呢 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坏的 这种这样的作用的 那就是它拆牙这样的 某种程度上 你可不可以说 常常用口拆牙呢 会做到你的口腔 就是越来越依赖它呢 那当然呢 你会依赖一种有用的东西 你会饮水 你会食物 某种程度上 我们都会依赖营养的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们会用一种洗腸的方法 因为洗腸呢 是帮你上股腸做 做全体的 知道吗 因为水呢 有它的体积 有它的重量 水呢 也都将你的缩绘 骄髒的干的糞便 是融化了他 或者 就是 油软了他 那更是水呢 也都被大肠的吸收了 可以推动笼巴 所以在洗腸的過程中,我們是說怎樣用水做大腸做運動 因為水的體積重量是刺激到大腸的收縮 所以有些人聽到洗腸,以為有人鋸水進去,逼髒的東西出來 當然不是,這樣一定很痛苦 其實基本上,用水是幫助你的身體做水力的運動 大腸做得越多,越能鍛鍊回來 所以不會出現,做客人就會說,我做了幾天沒有大便 很簡單,因為大部分人的腸的糞便是積幾天的 積五天或四天,一天一天的出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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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前的那些都積在這裡 所以有時候,做一個好的洗腸之後 你的糞便,五天都清光了 但這道腸當然不會做一次洗腸,就會變得更好 你也要慢慢又要積下積下積下 但這道腸突然變得更大便 原因就是,這道腸還需要時間去訓練 所以這是我們經常用的工具 日常生活,始終我們聽眾是多方 有些人在內籠,發現很多人在中國 也在很多海外 也有很多人在治療工具 或者在健康店,有些地方可能不太多 很有限 現在有時候在歐洲,已經被人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收回了 這是一個政治的戰場 我會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好了,在我們平時飲食方面 有些什麼建議呢? 很簡單 就是吃多些高纖維的食物 例如新鮮的水果 蔬菜就是多吃生的熱綠素的蔬菜 吃多些完整的穀類,譬如麥片 麥片就不要買那些即食麥片 買那些自己煮一下 煮麥片的時間不是很長 是很快的 你用買那些真的一塊塊的麥片來煮 都是很快的 所以看著它,很容易煮 好了,就吃那些糙米 紅米 水果方面吃爐筍 爐筍也是幫助處理癌症 預防癌症 甚至乎有些資料說 爐筍曾經處理肺癌 你知道肺癌是真的沒什麼機會的 存活率很少的 一般肺癌的病人 能夠存活到5個 大概5%至3% 是多吃五鹽 大部分很快便會去 大家可以看到華叔的例子 是細小的那一套 好了,豆類 包括蘑菇 蘑菇 椰菜 紅蘿蔔 加力 蒜頭 泡菜 白色 小小小小小的 其實都有很多黏黏的物質 豆 薯 陋子 还有完整谷类 含有很多所谓水溶性的纤维食物 红豆,Sukubi,大物,Bali,干豆,物片 还有食物,比如苹果,杏仁,Apricot 香蕉,黑加伦子,Blackberry 蓝莓,Cranberry 大家知道处理尿道盐是一流的 比任何药物快 我试过有一个案子 病人一通到走不走 吃Cranberry浓缩的那些 一两次半个小时就好了 我相信你吃抗生素 任何药都没那么快 无花果,无花果圣经上经常提出 无花果汁我经常建议 有些人经常吃喉咙、干汗 无花果是一个很简性的水果 无花果本身有很多纤维 葡萄、葡萄、葡萄、土 还有西梅 当然有一类的食物 那些纤维不是水溶性的 通常是五谷类、种子、brand brand brand都说明了 只是帮助纤维 原整的谷类 还有很多食物的皮 这方面都是一种纤维 所以纤维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当然是水 喝多一点水 曾经试过有些人说 如果你突然间便秘得很严重 很急性地处理 怎么办呢 那你便可以大量地喝水 每一小时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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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它一轮之后 有很大机会 便会排到 所以喝水是要特别多 不要至少喝十杯 遇上这个问题 你试一下 至少喝十杯 不要因为你口渴就不喝 现在和你口渴的关系 要先解决问题 你当一种治疗工具 其他食物含有Pactin 就是Pactin一种纤维 一种Pactin的纤维 特别多 再重复 哪一类的食物呢 苹果 红萝卜 红菜头 香蕉 椰菜 野菜 和橙皮 白色的变化 有些人 我记得我小时有同学 他吃橙皮 只是批在黄色的 他里面的白色的 应该是苦苦的 他照食可也 其实那些是 所有维他命 主要在皮上 所以这些时候 记住 吃橙皮 如果能够 那个白色的 有些人 就少少都剁掉 一丝丝丝 一丝丝丝 然后有些人 连皮都剁掉 只是下面的馅子 给兔子吃的 其实不好 你真真正正 尽量吃白色的部分 Ocra 当然 也有些营养产品 好了 接下来 食物方面 就是低脂的食物 尽量减少 还有不要吃太多 煎炸的食物 其实我们在最近 很多资料发现中 很多人的病 包括糖尿病 不是因为只吃糖 过多 根本上 是我们吃得 很多不好的脂肪 就是反式脂肪 很明显 反式脂肪 基本上应该是要禁止的 虽然我也看过 一些资料 说反式脂肪 在有些地方 都是有帮助的 不是完全是1%不好的 但始终这些是 现在大部分的食物 全部这一类的食物 是泰国多的 就是要煎炸食物 不要斗它 有些食物 是刺激你黏膜的 例如牛鱼类的食物 例如牛鱼类的食物 和香料重的 刺激物质 咖喱这方面的食物 还有奶类的饮品 不会喝辣 因为有些人可能 真的对牛奶敏感 尤其是中国人 当然有些人 牛奶敏感 会吐舍的 也不错 如果你经常吃东西 会不会吃东西 代表身体吸收的营养有问题 别想着我便秘 但是便可以享受牛奶 吃雪糕 当然可以 但你记住 这东西很明显 不单是可以帮你的筷售 那么吸收方面一定会有障碍 汽水、糖粉、白料、化学食材 每一罐100克的糖分量很高 乳酪、白面粉、高度精练食物、盐、咖啡、酒精、糖分 这些是难消化的,第二是没有很少纤维 这些食物不要吃太多,尽量避免它 吃多些西梅汁,超市都可以买 不用讲究有没有肌肉,有当然找得好 还有无花果汁,你可以吃无花果 吃一方面少吃多餐,不要吃太多太肥的食物 一次吃就多,聚着身体 喝多些热肉酥的饮品,巴黎玫瑰汁、玫瑰汁 使命上有很多这些 我们公司有叫巴黎,巴黎,巴黎公司的玫瑰汁 这方面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牌 我也见过有些带着上去都是挺好的 好,那是运动 没错,很重要 运动是会帮助我们腸部动 身体动动,腸部动也不会不动 是 有些跳弹床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跳弹床是一个很基本运动 因为大部分运动和地心吸力 运材关系 抗衡它,抗衡它 所以跳弹床是一个很好的舒缓 每日起码20分钟 我以前跟大家谈过 有一个运动是最新的 有人开始推广的 运动是不用多的 最主要做到对 如何去做就可以了 好了,那变成了这方面 但最近也有些资料 以前我们叫人做20分钟半个钟头 现在有些资料就说 只好做了一个钟头 当然,其实运动不单是 身理方面有改善 对人的整体来说都舒服 有些人做运动 因为身体游泡后就不肚子 对 真的很奇怪 身体游泡后就不肚子 身体游泡后的胃口 如何变得好呢 游泡池那边已经急不代较 要吃东西了 他不会回家吃晚饭 通常是游泡池要叫食物给他吃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运动会在这方面很明显的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洗腸 当然 好了 还有 蜇盐方面也少用 尤其是抗蜜盐那些 所谓的蜇盐那种 很多人会塞光 其实那些是抗蜜油 抗蜜油这些 就会妨碍你身体 吸收一些水溶性的维他命 就算那些蜇盐 Epsom salt Milk of Magnesia 那些美奶那些 那些方法 其实长远来说 其实都不太好 但是当然 在急性用的时候 都无妨可以考虑 这样 好了 如果你真的用蜇盐 就是万一 如果你真的去外面旅行 那你吃一些草药 那时候我都有的 我有一种叫做 酵素加加草药 叫release sign 我们公司整天都 我自己去旅行 我都避着在那里 会大起身 那just in case 万一下 因为时差问题 导致大便习惯差了 但同时都要带益菌 OK 首先我会用益菌 如果益菌不行 我才用草药的那些 那些射盐 好了 这方面 我们大家 可以在生活方面 要去做的 但是当然 如果这个问题 每次都是 用我刚才所见的方法 都不行 或者有时候 肝门里面 有一些 很灼烈的那种感觉 那很可能 这个身体的酸减问题 酸性过高 那或者有些人 有时候便秘 交替 土舍 这个可以说 是抢敏感的 那些都是一种问题 它不只是便秘 其实那时候是土舍 所以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我也要好好地去处理它 或者我将来有机会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遇到这些所谓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crone disease 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帮助大家 嗯 那大家呢 我都跟大家说 最高级的医疗 当然是用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 是吧 同类疗法 再大家重温一下 有250年历史 是 一位德国的医生 亦是一个药制师 亦是一位 议员村财 是 他在早年 在17世纪的时候 就开始创立这个同类疗法 那当然呢 同类疗法的基础 就是同类疗法 就是中医的 中国人所谓的语毒公毒 那同类疗法的概念 就不是哈尼曼发现的 是 paracelsus 另外一个15世纪的医学家 他已经讲过这个概念 那所以呢 就是同类疗疗法 同类疗疗法 同类疗疗法 其实包括都有 只不过哈尼曼因素 是将它创立成为一个专业 那同类疗法 现在是全世界第三大医疗 有差不多有成五亿人口用的 那有七十五个国家 有注册的同类疗法 正正式式医生 注册的同类疗法 是有七十五个国家有的 那香港就没有 香港基本上 香港政府也都不承认的 但是英国有的 英国有两类 一类是 本身是一个对抗性的西医 那再读同类疗法 那英国有五间 是政府资助的医院 是同类疗法医院 那当然它也不会做什么大手术 是 很多门疹部 好了 那同类疗法里面 我们也和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 有些听众可能对同类疗法有形式 那也有些听众可能 家里有些同类疗法的疗剂 那我也很希望大家 在这方面多些去探讨 因为如果将来 我们地球真的有大灾难的时候 其实很多药物都买不到的了 都不会有的了 那但同类疗法呢 可以这么说呢 如果你已经 家里已经有在 可以这样 可以说是很耐用的 也都没有所谓 使用期的 最佳使用期 没有的 是 同类疗法呢 它没有坏 是一半年都可以照样去用的 好了 那所以呢 我最后呢 在我们的网台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多些 教你大家 如果在什么情况之下 如何用这同类疗法的疗剂 好了 那同类疗法 先讲讲 严重一些的 譬如有个叫做铝 alumina 是 alumina那种便秘呢 就说呢 它是又小又干又硬的 那同类疗法 那时候呢 你发现呢 它的分泌本身是干硬的 但是呢 它表面呢 有一层那些散在这里 那当然呢 那么干硬的 的分泌是很难排出来的 排出来的 又干又硬 细细脱脱 但是呢 表层呢 就有那些 就是有些黏膜 这样包住它 那当然 那这个就是 alumina 的 case 来的 那审恩仔老人家 有时候都会见到的 甚至老人家呢 这种这样的正型 比较多见过 是 好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钙形了 我和大家以前都探讨过 一提及过来 钙形的沙文仔 因为很多BB仔 如果我遇到一个BB仔 婴儿来的 那呢 在吃人奶的 那他又有这个问题呢 那我第一首选呢 我就会用钙形的 钙形的 这种钙形的沙文仔 很有趣的 他有一个症状 很有趣的 他就说呢 他虽然几日不阿 但他不觉得不舒服的 嗯 没有什么不妥的 便秘就不会令他不息的 嗯 这种这样的很特意的症状 但很多人都知道了 如果几日不阿 就很辛苦 嗯 蛊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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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蛊 但钙形的人呢 便秘得来 是完全没有感觉 没有所谓的 嗯 如果你看到沙文仔 胖胖胖胖胖 又安不出事 但是呢 又不会说敏诊 不会发敏诊 安不得了 那我就会考虑呢 是Calcium Carbonicum 那份能 我通常都是用6C 30C 其实什么份能都不重要的 是 如果你用X的都没有所谓的 嗯 总之你有得用就可以了 也都有这些 cases呢 有个叫做Lycopodium 石虫 石虫 那方面的石虫型 我们还未有机会和大家 在网上说 石虫型的人是怎样的 那通常呢 石虫型呢 都是啦 即是股便啦 肝啦 硬啦 那通常呢 就在右边 右腹那边呢 就会 大便之前呢 就会痛的 是 通常痛在右边的 那这个呢 人呢 比较长长瘦瘦的 嗯 可能你的体型呢 就是呢 就是上身瘦 下身的 你看到这种这样的型 而且呢 年轻的也好呢 面部也有一些皱纹 嗯 那这种是石虫型的人呢 表面就会这样的 嗯 好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盐型的人了 是吧 那顾名思义呢 盐型的人呢 基本上是喜欢吃盐的 哦 喜欢吃咸的 咸的 譬如你吃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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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有一些盐的 有些饼干 那些咸饼干 那些咸的那些 那样的盐 那同时呢 盐型的人呢 当然啦 肝啦 是不是硬啦 那盐型的人呢 就比较上呢 是比较瘦一点的 那些人呢 比较沉密一点的 比较内向一点的 嗯 那和盐型的人呢 那条颈子比较瘦瘦瘦瘦的 是 那如果你遇到这些人呢 就是 即是 立刻人小小粒粒啦 那条颈子瘦瘦啦 就是很沉静的 是 虽然他情感 就是爱心很强的 嗯 但是他不是很容易表达出来的 是 那这类的情况呢 可以考虑呢 是 Ned Mu 是Ned Mu 嗯 好了 那接着呢 就是Nux Formica 是 Nux Formica 就是呢 差不多是文明地方人呢 常用常用的工具 Nux的人呢 我们曾经说的 是典型 文明地方 搏杀型的人 是 那些人呢 吃东西吃得快 有时候呢 工作忙呢 就喝咖啡 顶住 要放松的时候喝酒 那吃了很多脂肪 那些 那些 那些香味 那些酸甜的食物 那些酸甜的食物 喜欢喝酒 那些酸甜的食物呢 那些酸甜的人呢 就是Nux Formica 那些酸甜的人 那些酸甜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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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通常呢 他会怎样呢 他就常常想去 但酸甜的人呢 那些酸甜的食物 如果你会发现 这种是他的生活方式 那些酸甜的人 要有很了解 他人的整体 他的生活形式 也是很关键 那些酸甜的人呢 那些酸甜的人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后 他那个大便的症状呢 就是 除了是肝确 難吃了 那都应该还是这样的 那很多时候呢 可以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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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 他去坐下 坐下 坐下 又不得了 那整人的感觉呢 便会很舒服 但当它便秘的时候 便会很不舒服 这跟丐型的人不同 丐型的宋氏便秘几天 都没有什么所谓 三四天都没有便秘过 他没有什么事 很开心的 丐型和盐型的宋氏都很不同 好了 如果有些便秘真的严重 是很严重很严重的 我们可以考虑是圆 Plumbum Plumbum Metallicum 如果人是中了原毒 其中一个症状便秘 如果你遇到这些症状 很严重的 我刚才所说的 几类症状都不符合 他又不是肥胖胖胖胖胖 他又不是瘦瘦 情绪很收埋 喜欢吃咸东西的 癌症状 他又不是一些 Lagopolyn的型 除了人是长瘦之外 还有很多是一种爱强中乡 他喜欢去掩路自己 很多bluff 很多在别人面前 他要说自己是怎样的 但他里面的内心 就不是真的那么confident 我发现很多这类的人 出现在法律界很多 虽然他可能有信心也好 但是你知道 在法庭上 是永远不知道结果的 是 大家其实是心惊胆战的 去面对法庭这个现象 这个Lagopolyn的型的人 Nux就稳稳稳稳稳稳稳 吃东西吃得快 吃很多刺激品 煙、酒、不离手 最后就是硫黄型 硫黄型 硫黄是皮肤很多 通常这些型的人 很多时候肝门有些痕 或者肝门有个烘 是 这些型的人 如果是要瘦的时候 他就要去得很急 分辨也很臭 硫黄型的人 一种典型的就是 骚髒、不收蝙蝠 是 OK 这个就是我们同类疗法 在这个用同类疗法的工具 去处理 所以大家不要轻视 抢癌 虽然在现代的医疗里面 都没有一个定义 什么叫便秘 基本上 如果你觉得你接受得到 他都认为是正常的 但问题 现在抢癌 已经第二大杀手 香港是全亚洲之罪 就会成为第一大杀手 虽然我们不能说 有什么大型的研究 就说你便秘 肯定会导致肠癌 但起码 我刚才说的 那个在非洲行医 这个外科手术医生 他根本没有生意 但那些人的分辨习惯 就是随时 好像要瘦就瘦 可以说是一餐一次的 如果我用这个标准 起码肠胃 没有任何强壮的问题 不会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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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的时候 他的臀部就是这样 大大小小 很软弱的 一瘦就伏了一声 就全部瘦了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健康的标准 健康的长度 就不要用文明人的平均标准 文明人的平均标准就是病 每个人都病 越来越早病 越来越轻病 病了之后 基本上就医治到死 这个美医都好 医治破产了 OK 好了 多谢袁医生 其实 这次就讲了便秘的话题 我们很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进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www.naturalling.com.h